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8月23日 今天是星期三 來到星期三的時間 最新關於中國大陸 這個叫做習近平 懷疑出了大事 這個 是 各方面的媒體 包括大量的台灣 的報導 也是關注到底習近平 為甚麼突然之間失蹤 因為早前習近平 故意出發前往南非 參加 約翰內斯堡 舉行的金磚峰會 因為這個 金磚五國 在南非 舉辦年度峰會 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 作為國家領導人 作為金磚五國之一 是特意 在搞外交 結果 在22日的時候 習近平居然意外地 缺席領導人峰會 改為 由商務部長黃文濤 代表發言 整件事極不尋常 也有一種說法 就是說習近平 是因為不滿 其他的國家代表 我覺得這個說法 也有自己的一個矛盾 因為如果中國大陸 習近平去到約翰內斯堡 因為不滿就是當中的其他國家 然後 就是拒絕出席 實際上中方 應該出來強烈譴責 然後 徹底杯葛 然後不再派任何代表 出席年度峰會 但是 這次習近平 就是找了商務部代表 去代表發言 所以 這種說法似乎也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我們繼續詳細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記得 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 三個頻道 升旗易得道 這個是我們的主頻道 然後是星期二日報 這個是後備頻道 我們還有一個後備中的後備 星期二新聞集團 大家記得幫忙訂閱 由於我們受盡政治打壓 本台的主頻道 以及後備頻道 同樣地 被停止盈利功能 換句話說 我們的免費模式暫時不能運作 所以導致本台出現了 營運壓力 我們有見及此 我們可以繼續 把獨家節目放在Patreon裏面 一方面希望大家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另一方面 亦都是要回贈 一下我們這個Patreon的用戶 希望各位 更加多人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我們 當免費模式能夠重新 使用的時候 我們就會作出相應的調整 將部分節目 繼續可能是獨家 但是份量會減少 將更加多的節目 繼續免費開放 希望大家就是踴躍支持 我們就是 揭進全力 不為餘力每天 盡快跟大家將 當日最重要的時事 第一時間跟大家詳細分析 今天 最大件事的一定在說的是習近平 缺席 峰會 由於習近平 是故意從中國大陸 出發 坐飛機前往 南非的約翰內斯堡 你多難想像 有任何的突發原因 是令到習近平會忽然之間 是因為個人原因 拒絕出席這個領導人的論壇 更加奇怪的是 習近平早前 早前還有出席其他的活動 所以 這個 習近平 有幾種可能性 出現了 其中一種可能性 就是習近平正在病危 根據各項的資料 包括 很多的詳細分析 分析說習近平 在21日的時候 在21日的時候 是在 南非 從這個飛機上走下來 當時的 片段顯示 就說習近平 要 單獨 自己走下來 避免身邊有人圍著他 而這個片段顯示 習近平當時走的時候 一直 臉色 是凝重 不斷地注意著自己的腳步 彷彿 腳步是有不穩的情況 然後當他完成了 暴行下來之後 他才 稍為放鬆 然後跟這個南非領導人握手會面 根據中國大陸官媒也有報導 習近平 在星期一的晚上是抵達南非 在星期二的時候 還有見一個是南非的總統 而南非的總統 也有把南非的勳章 贈與習近平 而雙方繼續 簽署 一帶一路 雙方的合作 雙邊合作文件 奇怪的事就發生了 反而是金磚峰會 原定習近平要發表談話 但是忽然之間 沒有現身 改為由中國商務部的部長黃文濤 代表習近平 是宣讀發言 更加奇怪的是 他用商務代表 是代表發言 即是那份廣告是習近平本人的 但是透過 商務部的部長幫習近平 讀出來 更加 不點名 批評是美國 還有美國總統拜登 將世界分為民主 以及 極權 兩個陣營 而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關於習近平 缺席 出席這個論壇 的解釋 是完全沒有 在中國大陸的官方媒體報導 這個峰會的時候也沒有提到 是黃文濤代表習近平發表講話 更加奇怪的是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 華春瑩 亦在社交媒體 貼了會場的照片 在會場的照片裏面 亦沒有習近平 但是 華春瑩 在社交媒體發文 說習近平 主席在2023年 金磚工商論壇閉幕儀式上發表講話 眾多 跟中國大陸官方相關的機構 以及組織 報導出來的情況 跟現實的情況完全相反 習近平 沒有 親自 現身 而他 既然來到南非 應該有足夠的理據 足夠的原因 是自己親自 發表講話 但是奇怪的是找了 人頂替 而且頂替的人 還要不是代表中國發言 是代表習近平 讀出習近平的發言 所以就令人相信習近平可能 是身體 出現了重大毛病 因為如果中方的代表是代表中國發言 其實 也不需要用代替 習近平的身份 為習近平 讀出那份發言 所以這種做法極度不尋常 一般如果 我要發表演講 但是我沒有辦法 但是我寫了一份稿 我叫人代替我讀出來 這件事就很奇怪 一定是因為有特殊的原因 可能我身體 是有特殊的情況 沒有辦法自己發表演講 如果回到 舉例 例如 是我們本台 最簡單 如果我們是代表本台 去做一個演講 如果我不能夠發言的 最簡單的做法 是其他人幫我發言 但是他就是代表 自己 例如本台 Tony可以代表我 繼續代表本台 無需要把我份 港稿拿出來宣讀 所以 習近平這種做法非常 非常之奇怪 說真的 除了你說他身體忽然之間出現了大毛病之外 我想不到第二種更加合理的解釋 另一種坊間正在推測的可能性 就是在說昨天 流出來的重大消息 說這個中方 核子潛艇在台海地帶 就是出事 然後這隻雙級 零九三型 核子潛艇 全員是離難 而這個消息正在廣泛報導 包括 台灣的主流媒體也有報導這件事 所以其中一個推測也說 習近平是因為發生了這件事 這件事實在是太過重要 所以 他要去處理 然後就是缺席 出席這個金磚峰會 的論壇 發表講話 但是同樣地跟第一個情況 相似 如果 真的是 跟這個核潛艇有關 習近平的本人也在南非 他不至於 需要缺席 發表講話 亦不至於需要 由其他人代替把他的稿讀出來 所以 這種可能性 雖然 不是沒有 但是 我也是傾向覺得 他的身體出現毛病 毛病大到不能發表講話 因為如果 真的 患有這個重病 根本要站在那裏說話 是很容易被人發現 他身體有不同 所以我們傾向相信 這件事 是跟他的身體情況有關係 第二個最大的可能 就是跟 昨天剛剛爆出來的核子潛艇有關 當然如果 核潛艇 093型 真的出事的話 這件事也是大件事 論壇還未完結 應該活動要到27日 其實 未來的幾天 很容易就會再次看到 是習近平 還有中國大陸官媒 他們 流出來的資訊 就可以大家再進行更加詳細的分析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 我們接下來會再看看有沒有其他 更加 更新的資料出現 我們這一節暫時分析到這裏